话说江西吉安府龙泉县 有个共生姓氏 妻子柳氏 家资俱妇 生有二子 长子民间金 自爱兵 年纪三巡 为人刻薄 为力士徒 不愿读书 娶妻玉士 颇称长舌 赐子民间杰 自语重 年方十三 是共生末年所生 却生得貌如关玉 聪明绝伦 十岁就能做文章 才学甚高 故此父母就对他的学习尤其关心 他和哥哥不同 不耗财 不欺善 只是为人着落不羁 尖酸滑稽 饮酒适财 质大气傲 每每读书时 若兴致偶发 则半夜起来 所登朗读 若兴懒时 直睡到有数穿衣 甚有一连几夜不睡 一睡就是几日的 只因他生性古怪 父亲和老师亦不能前述 但有一件不足处 自小多病 不离药灌 到十四岁上 不幸父母相继而亡 那寿心割扫 怀心不良 欲独占家产 托故说父母遗嘱 为他多病 恐年受短促 竟送他到城外 善绝四出家 败在当家和尚 既然名下作徒弟 择日劈涕 改法名宗吾 宗吾明知歌扫坏心 心中也无恨怨 他道 钱财自有定数 生什么气呢 譬如我生在一个穷人家 父母不曾一下东西 难也去指望不成 因此也悠然自得 连歌扫家里 也再不回 只在寺中做他的和尚 既然见他灵力 甚是喜他 请个先生姓田 教他佛经典故 他道 我只会读文章 不会念佛经 任凭先生督则 他只是不睬 既然恼怒起来 将他打上一顿 他蹲在截篮殿中哭泣 忽指着截篮怒道 和尚们 总是借你这几个泥声哄人 哪里在于经典 今日倒叫我抛舍如书 念这套哄人的东西 据是你们之过 实在是应该把你们送到水晶宫 献出本相来 快好好与我叫那个放尿先生回去就罢 一顿风张风至 对着泥神乱嚷一回 走到里面 曲笔燕就做了一只曲儿 名拍拍紧 合上头 晒西瓜 合上行 死鸡巴 今生莫想风流化 师父若认真 徒弟莫采他 这片钱的经文修念罢 我本是圣贤门 怎做得无碍挂 若再来向我张牙 恨一生贼秃驴 就不做这光光诈 写完又唱了两遍 就将来夹在一本书里 也不管日色晒破纸窗 竟上床睡觉 既然与先生也没奈何他 这晚那田先生呼的一梦 梦见秦兰对他道 你还不快些回去 都堂着脑 连我也怪僵起来 莫连累我 不得安身 先生道 我千难万难 才图得一管 哪有什么都堂 却来叫我回去 断来不得 秦兰大怒 向前将田先生兜脸一打 田先生大叫一声 早已疼醒 灯使脸上红肿 生起一个大肿毒来 痛不可忍 究竟不知此梦是何缘故 次日 疼痛欲绝难熬 没奈何 再想想昨夜的噩梦 于是赶快离开寺庙回家了 宗无剑先生害了肿毒回家 欢喜得不得了 于是自己读了半日文章 因身子困倦 偶然走进师傅房中 正欲师傅独自一个在那里吃酒 原来既然是个酒鬼 见他进来 唯恐分他酒吃 便道 先生虽不在 但你也应该把经文熟读 怎就丢在脑后 宗无也不答应 转身就走 暗自念诵道 不叫我同吃一杯也罢了 怎反劳道 遂记恨在心 一日 寺中有一缸荷花盛开 有个外路客人 写酒来赏 请他师徒同坐 宗无假献殷勤 拿过酒壶 就去珍酒 先去珍了客人的 却将茶珍与师傅 客人道 师傅怎么不珍酒 宗无连忙接口应道 家师戒律惊言 点酒不长 小僧奉陪罢 客人认为真实 几口赞道 好味至成先师 可见真心修行的 自然不同 急得既然又不好说不曾见 只得勉强应道 不敢 却一味呆呆地看着他们吃得好不信头 自己口诀甚是流闲 强忍陪坐忠习 闷闷而散 心中深恨 恰好东方一个陌然和尚 过来玩耍 偶先开宗无的书来看 却看到他那晚做的小曲 被既然瞧见 既然正无好气 借着引头出气 将宗无又是一顿肥打 第二日 宗无怀恨陌然 有心到东方来闲耍 意思要捉弄陌然 看他的笑话 陌然却不在家 但见陌然的徒弟宗会 在佛前念经 宗无问道 师兄在此念的是什么经 宗会道是报恩经 宗无道替哪个念的 宗会道还不曾有受主 宗无孝道 既没有受主 空空念他做什么 宗会道成贤时节念在那里 待有人出了金钱 就登记在他名下去也是一样 宗无大笑 猛拿起一个木鱼锤 赵宗会光头上尽力一连打了三下 道既是如此 你师父昨日得罪我 正要打他 就把这锤登记在他名下去吧 与你无干 宗会不曾防他 被打得眼中鬼火直冒 抱着头怪喊起来 宗无道不要喊 不关你事 我打的是你师父 你何必着急 宗会疼得要紧 哪里肯饶了他 一手磨头 一手扭着宗无 来告诉纪然 纪然急得走到石家去告诉他歌嫂 他歌嫂原本就是坏人 恨不得宗无生死 方才快心 一味叫纪然狠狠地打 纪然纪然得了允许 回来打打停停了整整两日才住 一日 既然藏了个旧箱时 在房中续情 不知怎的被宗无小的 悄悄躲在窗前张看 见既然与婆娘百般肉麻淫弄 看得好不有趣 正看在信头上 鼻中忽闻的一阵酒香 伸手一摸 裹有满满一壶酒 就放在窗檐上 他静次然取至自己床前 浅真慢灼 不消两个时辰 轻轻灌在肚里 一滴不存 依旧将壶送到远处 哪知他们还在恋战 宗无酒量原本就很平常 一壶酒下肚 不觉醉将上来 也无心再听那销魂之声 就回来脱衣而睡 正是 闭眼不观风流事 只愁魂梦入乌阳 次早宗无起来 见了师父指示笑 既然怎么也没想到春色露屑于他 见他笑得很神秘 蒙想到 莫是那壶酒被他偷吃了 急急去看 却是一把空壶 跳脚道 这个魔怪精 真是活贼 自他进门 就吵得我不得清静 应叫宗无问道 这壶酒到哪里去了 宗无道 想是猫儿吃了 既然气得失笑道 胡说 猫子哪里会吃酒 宗无道 因他不会吃 故此吃得烂醉地倒在那里 既然越发好笑道 真是狗屁 你又怎晓得他吃醉 宗无笑道 猫子若不醉道 昨晚怎劳师父打老鼠呢 既然道吃一惊 知道昨晚之事为他所亏 也就不敢嚷道 他勉强笑道 自然是你这壁马温偷吃 只好赖个畜生 说罢就快快进房 暗存道 怎么就漏在这畜生的眼里 诸人有渴 唯有这畜生的嘴儿厉害 唐有一些风声走漏出去 不是开玩笑的 这畜生是断然不可再留在寺中的 为祸不浅 不若明日买服毒药来 要死更是干净 遂打定主意 只待明日行事 再说那个田先生回家 脸上中毒 整整害了好些时 还不得玩口 一日 因有事下乡会个朋友 直至日色平西方才动脚回来 走至月上 才到的善觉寺面前 忽闻路旁坟林之中有人说话 心想是不是歹人 这时四门已关 碎下的躲在四前门楼下石骨旁边蹲着 闻的灵中说道 明日午时 石都堂有难 我们总该去卫护 各要小心在意 一个答道 正是堂有差池 我们获罪非小 几个人齐声应道 此时就已该去 才闻说的这一声 已见一二十人轰然走来 一个个距从四中门缝里即将进去了 田先生看见 不知是神是鬼 吓得毛发皆数 与汉淋漓 没命地飞跑回家 心中暗响 奇怪 前日梦见前兰说 圣都堂 却叫我害了一个大种毒 今日又轻耳听得如此明白 但四中那有圣人 明日带我到五十去瞧看 谁有圣难 便知分晓 次日用完早饭 一静夺到寺中 日已将及 进门却不见一个人来 到后殿 门且关得紧紧 他是熟人熟路 从侧手毛侧边 一个小小侧门淤路转将进去 信息门没关 一推就开 静止走进僧房 也不见一人 心中乍一道 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好生古怪 忽闻楼后相防 隐隐有咳嗽之声 悄悄探头一张 见竟然与道人拿了许多破布 在一只大水缸里洗 旁边又有一堆大灰 那宗无手拿一个大馒头 正带要吃 一眼早已看见先生 忙把馒头拢在袖内 迎将出来 就与先生做衣 才一个衣做下去 那个不知趣的馒头 已从袖中掉出 竟滚有二丈多远 宗无忙去时时 却被两只狗一口咬着 相争相感地飞跑而去 宗无大失所望 田先生大笑 那既然见田先生 默然走至 大吃一惊 灯石勃然变色 田先生存心四下走看玩耍 不见动静 好生疑惑 守至下午 也没发生什么事 只得告别而回 行至山门下 只见起先 抢馒头的两条狗 直将将死在地下 心中恍然大悟 方知那馒头下了毒药 连自己此来也屡险的 甚是胆寒 因此知宗无 必有神灵保佑 但不知是何人下的毒手 欲要复回寺中 私下里问宗无 好叫他提防 又恐怕惹祸 就急急归家 那既然见宗无 不曾重计 深恨田先生不过 正在闷闷不乐 忽有人来报道 师父的两条狗 聚双双死在山门外 不知何故 众人一起奔出桥看 只见口眼耳鼻 聚流鲜血 既然心中有鬼 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 盲患道人脱去买好 宗无也还不知其中缘故 丝毫没放在心上 既然看着道人买完狗 才转身进内 正遇着施主送了几两银子 叫替他明日在万佛楼 拜一日万佛颤 既然到明日赶不及 就约在后日起手吧 又留他吃了茶 才打发他回去 遂茫茫打电拜颤佛事 请众僧写书文 正值天气十分暑热 早凉拜颤 至日中时候 月发酷热异常 既然叫宗无切了许多西瓜 送上楼与众和尚吃 众和尚见宗无声的标志 魂魄飘荡 恨不得就着一碗水吞他下去 你一句我一言 你一把我一捏 将他调戏 宗无大怒 寒忍在心 守他们吃完 将西瓜皮收拾干净 惺惺地下楼来 恨到这般贼秃 如此无礼 但我摆布他一番 才见手段 随悄悄将西瓜皮逐个楼梯层层铺满 自己在楼下猛然喊叫道 不好了 楼下火烧起来也 吓得楼上众和尚 个个争先飞滚地跑江下来 聚踹着西瓜皮 每个不滑倒 全都跌江下来 一个个阶跌地头破血淋 抱头而哭 宗无大笑 忙来陪礼道 得罪 得罪 是我一时眼花 被日光映照 错认火起 至有此失 不妨 不妨 我有妙药 包管敷上就好 济然闻得吵闹 慌忙进来 见众人聚跌的这般光景 狼狈不堪 寻知其故 将宗无痛让一顿 又道既有肾药 还不速去拿来 宗无随即跑到后园 瞒着众人 摘了若干凤鲜花 悄悄捣烂 又寻一块冥凡 放在里面 捣得停荡 方拿来对众人道 此药是个草药单方 灵孝大雁 妙不可言 遂亲自动手 替众人各个敷将起来 连没有破损处也替他敷上 将一个光头整敷满 全不露一点空隙 又吩咐众人道 切不可煽动 须待他自落药巴 包你一夜全好 不然就要做个破伤风 不适而戏的 众人果然依他 包扎挺妥 又有闪错腰的 问道 你有肾荒 依得腰好 宗吴道没有肾药方 只有组一下遗料膏药 贴上就好 记在一个朋友家中 带我取几张来与你们贴 众僧道 快些取来 宗吴悄悄到药铺 买了几张 催浓烂街佳料的大膏药 又买一条死无功 烧化为末 撒在膏药上 将来地狱闪得到 快快轰了贴上 一昼夜全好 切不可揭动 众僧夫贴停荡 且喜是不出门再念经的 草草念完功课 早早安寝 那些包着头的 倒也一夜安然无事 几个腰疼的 反觉似条浓的一般 患处肿痛痒不可当 熬不得的 只得揭开一看 贴得皮开肉绽 痛痒难过 才知宗吴耍他 包着头的揭开一看 疼痛难止 茶的幻处 七红八紫 好似紫砂狐一般 一个个红头赤相 不敢见人 半多月方才如故 却恨宗吴作怪 无不咒骂 既然将他打了顿说 你也没服出家 还了你的舍身纸 快快离开山门 任你自去 宗吴欣然拜此佛像 又拜了师父 与众僧打了问讯 众僧巴不得冤架离眼 任他辞败 也不打理 宗吴整理原来的衣备 作谢一生 飘然而去 既然众突去了宗吴 挑去心头之词 拔出眼中之钉 任其饮酒食肉 纵赌宣吟 肆无忌惮 且说宗吴出了山门 圆明时间节 旧自宇冲 脱了僧服 穿上俗衣 再临近侵蚀人家 住了半月 身边财物用尽 只得把多余的衣服 当了卖了 又过半月 那家原本就是 是穷苦人家 不能相顾 于是劝他道 你如今头发已长 可以归宗 还是回家去的唯妙 宇冲本不欲回家 其如囊空无石 只得依从 却一步懒一步 好一嗣 苏秦不地归 无言见凶嫂 进城到家 见了凶嫂 将还俗之事说之 作歌的道 我好好送你出家 你却不守本分 师父不肯容你 我们也不能顾你一事 你自去寻出路吧 若要再想回家 这是万万不能的 你修作梦 遂将它逐出 把门关上 十天色已晚 终无无奈 只得又往四中去求师父 既然大发雷霆道 你既还俗 又来缠什么魂 你已不是我四中人了 今后若再来时 我只当作盗贼 断送你的性命 你修怨我 说吧 也将它推出山门 将门紧紧关上 宗吴进退无门 天已昏黑 就在山门下蹲了一夜 天色渐亮 宗吴正在没处投奔 恰好那田先生又打那里来 劈头撞见 宗吴告诉情犹 田先生欣然带他回家 劝道你不愁无日子过 虽将自己两次所梦所见 一一对他细说 又道令凶处既不收留 辟邪私心 纵然他眼下先留你下来 未免后便也要多事 反恐有不测 至于四中 是越发去不得的 幸亏是如此开交 也还造化 不然连性命亦难保全 不若悄悄全在我处 粗茶淡饭的读读书 待你年长些 或是与哥哥当官理论 或是求取功名 那时在相机而动 方式万全之策 宗吴感激败谢 安心住下 再不出门 田先生又换妻子杨氏到面前 重新把宗吴鬼神诱助之事 向他细细剖析 祝他好生照管宗吴 我们后来也好靠他过个快活日子 从此后 宗吴续发 依旧负了本性 本名 仍名坚决 自语冲 原来田先生虽读几句书 却出身微小 妻子杨氏 专一在外替人做媒作宝 是个有名冠会托骗的媒婆 听见老公说 语冲神注之事 他倒是属荒唐 只是不信 心中反道 宁天一斗 不添一口 好端端带一个无名小司来家 作废粮食 着甚来由 虽不说出 心颇不悦 过有一年 忽然田先生得了个风疾 净瘫在床上 家中食用 就只能单单靠着媒婆 杨氏抱怨道 你带个人来 又不把歇使他做作 叫我老人家辛辛苦苦 挣钱养活他 田先生道 他只会读书 会做什么 杨氏道 只要他肯 自有不吃力的道路 原来杨氏捅着个孙寡妇 专在大户人家走动 与内眷们买首饰 讨仆妇 他要宇冲装作买主的家人 同来溢价 煞定价钱 又装卖主的人 眼瞳交易 以便争钱 又见得当面无弊 那宇冲建要他在人家穿房入户 与女眷往来 如何不肯 每日跟定二婆子走动 十分欢喜 或与人家规门规矩大的 就把他打扮成丫鬟一同入内 交易做成 杨氏又得了宇冲的一份中间人酬劳 过了些时 生意差了 两个婆子算计 要把宇冲装作女子 卖于一个大户人家 杨氏又田先生在 只是叫孙婆出头 另寻个贤汉任做老子 成事时 两个对半分 孙婆空身 就可以逃之夭夭 宇冲只当是装丫换卖手势 到那家 见了主人 婆子领他在后房坐下 他们在听写纸对淫 那家大娘子出门 两个仆妇相伴 一个道 观人造化 讨得这个好女子 一个说 只怕大娘要脑力 宇冲见事不妙 茫茫走出厅来 见他们在外携纸对淫 大嚷道 我是十共生的儿子 如何把我装作女子 来迈入大户 大怒 虽将两人一顿打骂 正命逃脱 且洗银子未动 说宇冲是好人 赏了他几钱银子 宇冲回到家说杨氏 杨氏口推不支 埋怨孙婆做事不地道 过了几日 孙婆为这一宗旧账来回 杨氏去逃 宇冲扯着孙婆大怒道 这老猪狗 你做的好事 还敢到这里来 孙婆笑道 我是让你有好地方安身 你自媒造化 吵了出来 反抱怨我 宇冲道 胡说 我是好人家女 如何肯迈于人 况且江南做女 一旦是路 岂不连累于我 孙婆道 怎地连累你 虽无有前面的 却有后面的 也折得过 宇冲大怒道 这老猪狗一发胡言 我与你道观理论 一头撞去 将孙婆撞到 如杀猪的一般叫起来 那杨氏劝不住 闹洞街上 许多妇人 男子一起来看 相劝相扯 孙媒婆哪肯助手 宇冲也不放松 钻在她怀内东一头 西一头 孙媒婆大受其亏 脚得骨软筋麻 宇冲针也恶毒 偷个空将孙婆裙带尽力扯断 随手扯下来 孙婆着急 连忙来护使 那条裤子 早已掉下 两只金腿与个屁股 光光全路 又被打翻 仰面朝天地跌在地上 看得众人齐声大笑 不好意思 据眼口而走 那孙婆羞地提着裤子 将一手掩着阴门 往屋里飞跑 一位豪天哭地 咒骂宇冲 宇冲见她吃了亏苦 也不去踩她 亏杨氏再三陪情殃及 孙婆方含羞出门 正是 妇女默语难敌 动手就要吃亏 再说杨氏见孙婆出了丑回去 一发恼恨宇冲 恰好本地有个贵乡换家 要讨个小厮陪嫁女儿 杨氏弄个圈套 竟将宇冲卖在她家 贵公见她幼年美貌 心中慎喜 娶名秀同来 贵小姐名唤玉香 许聘本府妻之府之子 妻可成为妻 可成少年读书 得了虚劳病 妻公已知儿子病危 要娶媳妇过门冲喜 贵公嫁妆甚是丰厚 还买了二个丫鬟 一个小厮陪嫁 你到宇冲这番 怎肯卖于贵家 只因孙杨二媒婆 时常引着她来到贵家 买首饰 讨丫鬟 也都分钱给她 她一来见田先生得了不起之证 廖英男在她家久住 二来见妻家是个乡绅 或可借此读书 以斩其财 三来又见贵家心脉丫鬟 巧云十分姿色可爱 就有个思想天鹅之意 故此将错就错 任其卖于贵家 所得的卖身银 分毫不要 都送于田先生养老送中 且说妻家及妻已到 花灯古月 火炮连天 好不热闹 娶了贵小姐 到妻家去与大公子花竹拜堂 当饮了交杯 依旧送她在安中养病 那小姐空担媳妇之名 未得丈夫之时 每日独守相归 还好是年少不知愁 逍遥自浅 妻太首见秀童美貌 不敢叫她在安中服侍大儿子 却叫她在书房服侍小儿子 七化成读书 这七化成只大的秀童一岁 只是性格粗书 对于读书是一窍不通 七公请了个宝学先生 用心教她作文 终究是玩石难雕 钝铁难画 一日出题 叫画成作文 没写了几句 便叫秀童泡茶 极致泡酱茶来 早已神皮立卷 口中吃茶 眼睛打盹 把文稿抛在一边 秀童看那题目 是不得其将不实 遂看她做的破成题 道 菜易于酱胖气 故酱不得则圣人土之矣 福酱做料也 多则咸而且苦 少则淡而无味 悟在不多不少之间 菜方快口 若有一些酱胖之气 欲求圣人之沾唇而不吐之也 得乎哉 秀童只看得一个破成 以孝倒在地 顿足柔腹 不能出声 画成道 你想事也看到得意出也 秀童越发忍不住笑 又恐怕她恼怒 便接口道 果然做得绝妙 我不觉喜笑发狂 说吧 又笑 画成快活道 我这文才何如 秀童捧腹点头道 真乃名士高材 令犹下不能再一词 画成喜道 你既是个知音 必然也能会做 何不也做一篇 与我叫个胜负 秀童应久不作文 一时寄养 果然也做一篇 竟不起草 顷刻一挥而就 画成惊讶道 你原来是个快手出身 怎一会就是一篇 遂取过来看 却一字不懂 连句也捉不过来 只含糊赞道 尿 好 但是草率欠私所谢 若再沉心想想下笔 只怕要与我一样的妙呢 秀童料她不识 正要讲与她听 呼见巧云来教导 小姐叫你呢 秀童遂丢了文章 茫茫进内 走到房中 一见小姐 灯石魂迷一荡 原来秀童虽然陪嫁过来 却从不曾看见过小姐 今日玉香小姐应邀买些杂物 才唤她进房吩咐 故此得去花容 又见小姐教滴滴声音 亲口吩咐买长买短 秀童一发着迷 出来买完东西交付过 回入自己房中 暗暗思想道 好个天资国色的小姐 我怎么也得这等个妻子 才不枉为人一事 就越想越爱 情不能治 遂取笑做了十手双叠翠 明美人十胜 秀童做完 情性一发难饿 恰好巧云从门守经过 秀童一向见她生得俏丽 久已留心 今日正欲哭渴之时 就慌忙迎进来 将她诱入 色胆洋洋 静一把搂着 秀童道来得好 求你赞就一级 羞得巧云满脸通红 一味死争 哪里得脱身 层层衣服袋子 拒备扯断 秀童之手早已伸进怀中 巧云着急道 好好放手 莫待我喊与人之 秀童闲着脸再三恳求 哪恳放手 巧云年已急击 云情已动 又见秀童俊雅可人 亦有辅救之意 早被秀童挨到床上 正是 三生结就鸳鸯屡 一点灵犀透子宫 原来巧云犹是厨子 应生怯怯 己闻于外 幸亏秀童乃是出世黄花 毕竟不是老吉 故此不至十分狼狈 二人匆匆见义 起来时两个衣裤上 巨染的香红雷雷 相视而笑 正在于情不断 忽闻内里大呼秀童 二人遂量呛而散 再表化成 当日作文只做的半篇胡说 那忠厚四谷 就求神拜佛 喊叫爹爹 奶奶 也再想不出一句了 十天色将完 又一心贪玩 虽将自己做的前半篇腾好 却要将秀童文内后半篇凑上 又不知他的忠骨是哪里话头 没奈何哪来 从前至尾 逐个字一数 总算一算共该多少字 就评中分开 却将后半篇不管是起句尾句 是也自是栽子 只照所算之数写起 整整一字不改 腾完敬送与先生看 那先生看了前半篇 又气又好笑 口中乱骂 胡说 狗屁不绝 提起笔来一顿乱差 即看到中间 不但气不能接 且摸头不着 再细心一看 才知是半句起头 且又是一个起伏 却做得甚好 一直看至忠厚四股 欲看欲好 不觉积节探上 殷师笑道 这个畜生 不知哪里抄写梵文 乱来色泽 又思量道 若是梵文 我怎未见 难道我把这样好文 竟然漏掉了不成 遂盲换化成问道 你后半篇文字 必是梵文 是哪里抄来的 化成道 是我肚里做出的新闻 不是什么梵文 先生道 胡说 哪有前半篇放屁 后半符烧香的 好好直说 还不打你 若再瞒赖 绝不饶你 化成见先生识破 就不敢知悟 只得说道 后半符是小丝绣童做的 先生越发不信 就要取板子下他 却直七宫进来 先生言其所以 七宫取文一看 见前边的烂胡说 也不禁失笑 将儿子一顿肥骂 看看后面半篇 泽泽称好 问化成道 这是何人之文 被你写来 化成道 伟实是绣童做的 七宫也不能信 化成道 绣童未死 何不换他来一问便知 七宫大为精 还半疑半信 连声呼唤绣童 绣童正与巧云 才玩了风流事 一文叫缓 二人忙量呛奔出 绣童走到七宫面前 七宫笑容可惧问道 你昨日替二相共做文的吗 绣童应道 不曾 七宫道 但说不妨 我不责备你 绣童道 做事偶然做了一篇 却不曾替二相共做 世间之作 还在二相共身边 七宫就换儿子取他原稿 细细看乐 着实称赏 胸中还有些疑惑 不能深信 旧童先生当面出个题目考他 绣童这遭要闲手段 用心想一想 也不脱稿 瞬息又挥成一篇 七宫见他笔不停留 文不加点 请客玩篇 已觉害意 颇有几分喜色 即看了这篇文字 比前那一篇更胜十分 不觉心服 大惊大喜道 若具这文才浑厚 不但是两榜中人 且大有受用 绝非下流教辈之人 其中必有缘故 遂待秀童进内 与夫人共相盘问他家乡来历 秀童进以实告 又求切勿外扬 唯恐歌嫂得之 又生他意 七宫夫妇甚是怜悯 就吩咐他服侍 却与二相共做个半读 不必又听杂役 自此秀童只在书房听换 他倒也有自知之明 料想小姐是今生今世 不能得到他受用的 故此将这个无意妄想撇下 若欲酌情不能事实 便将巧云聊当小姐 在暗中叙叙 倒也安心自在 那先生见他有这样才学 也不把他做小思看待 反着实敬重爱许他 又叫他有侠使 也紧着读书 再不阻挠他 秀童的学问也越来越高 话分两头 在表秀童的哥哥石爱斌 与欲氏在家 自从逐出兄弟之后 竟置之不理 并不访访他在哪处安身 一味觉得他不在眼前 欲觉欢喜 夫妇心中快活不过 爱斌依旧出门做买卖 载着一船货物 要到南直一带发卖 由长江而行 一日无风静浪 正行的安稳 忽江中钻起两个 朱婆龙养子饿来 爱斌是出过门 素肠见惯的 也不在心 忽然东边又钻出一阵 西边又钻出百迁 寝客间 满江水面上 乌黑一片 竟不知有几千几百只 在水面浮来 渐渐浮至爱斌船旁 爱斌与船家连道 不好 不好 快些收港 不曾说的两声 船底下已浮起四五十个 朱婆龙 将嘴轻轻一拱 灯石船底朝天 人与物均落入水中 幸亏一个船家扇水 抢在一块板上 乱喊救人 才招呼的几只鱼船来 将爱斌与众人救起 一个未损 但是 那些宝货已尽数发托于水晶宫内 爱斌只逃的一具性命 身上钱财具落入水中 没了盘缠 只得一路讨饭回家 来到自己园居 只见的是一片火烧后的废墟 吓得魂不附体 忙去寻访妻子 却见浴室焦头烂额地 从林家枯江出来 速到 昨晚一点火烛都没有 也不知怎的就凭空烧僵起来 连被也抢不出一条来 却只单单烧了我们一家 连我也几乎烧死 又见丈夫衣衫蓝履 问道你怎么是这般光景地回来 爱斌大哭 也将富州之事说起 二人痛哭不止 原来石家虽富 但做的是买进卖出的贸易生意 并无寸土之田 爱斌被水火两次玩耍 顿时就变得身无分文 夫妇二人又没处欺身 赞区破庙一晚 爱斌与玉士算计 有宗账在台州 不如二人同去取讨 还够做些小营生 玉士无奈 只得医允 夫妇一路讨饭来到台州 寻主家住下 主人连他落难 尽心与他讨账 不想本处年荒 晨障难讨 讨得赖只够二人吃用 主人家甚不过意道 这讨来只够盘缠 且是所欠不多 讨完时 何以度日 不若依我 且靠在一个财助家种田过活 十爱兵少时 也曾种过庄稼 夫妻二人倒也会做 当下主人领到大户人家 垫他几亩田耕种 牛之耕具俱全 借蛋饭米他吃 到收成日还他 于外煮店均分 半年辛苦半年闲 只得将就度日 且说秀童在七府 与化成甚是相投 就是七公夫妇 只把他做子之看待 每日家与化成平起平落 好依美食 若得空食 便与巧云一叙 好不快活 不料七公大儿子 七可成之病 奄奄不起 不上半年 足于僧舍 七公夫妇 与贵相患悲痛不止 从后殡葬 只苦了贵小姐 做了半年活孤霜 如今竟要做真孤霜了 正是 生前未结冤殃紧 死后空蹄杜宇红 且说七公自从没了大儿子 一发上心要管教小儿子 争奈完心不改 顿志如初 虽有父亲与秀童 整日与他讲解 忠诚朽目难雕 一日 科考江林 辅现要考童生 不免叫秀童顶替 没成想辅现巨士投名 七公大喜 只待宗师巡视 准备儿子准学 不想宗师甚是厉害 考识十人一批 严格查队年龄相貌 方许放尽 有一名诈帽 十名都不许进场 还要加号重责 不论公卿之子一般则智 七公无奈 只得向府县讨情 说有个亲职才来 求他护送入院 把秀童改名七毕城 进场时 一人一个卷子 领了题目 毕城一挥而救 悄悄地语化成腾写 毕城另又做一卷 一则可消遣 二则省得要带白卷子出去 又单干系 遂低着头将毕城的那一卷 一针一草也顿时做完 侧着头看一看化成的卷子 还没有腾写完 又手有好一会 方才写毕 二人交了卷 恰好头牌开门 遂欣然夺出 歇上两天 宗师发出复始案来 却又是两名该取 七公方之秀童连那一卷鬼名 也坐在里头 到复始之期 也只是想不过是走个过场 对对笔记而已 顾不放在心上 且由他二人童去 旷秀童进去 又可以壮壮化成的胆 待到进学之际 只将毕城推个病王便罢 谁知二人进到院中 宗师甚是得意这两卷文字 又见巨士十四五岁的幼童 越发欢喜 就换到按照边 当面赴誓 另出一个誓题是 童子六七人 又赏了许多果饼 安慰他用心作文 化成还不知厉害 只是愁自己做不出的苦 倒是秀童反替他担着一把冷汗 甚是忧心 没奈何只得将毕城的一卷 自己貌认着匆匆做完 送在宗师面前 宗师见他敏捷 第一个是他先来交卷 就换他站立案旁面看 着实称阳 拍案较快 就取笔在卷面上写了取尽神童四个字 应问道 你是七齐安什么人 秀童不好说是小思 只得权应道 是明灵之子 排行第三 宗师又勉励他道 你文才很好 切不可阴的一领青筋自足 回去竟要用心读书 本愿自于你 投名科举进场 秀童谢了一声 又归本应 坐着呆首化成 望着他才坐的两行 心下好不着急 宗师原爱这两卷 见秀童这一卷已完 那一卷还不来交 心内诧异 偶抬头一看 见直写的两行草稿 遂等不得 叫先取来看 却只得一个破成题 尚写着道 童子六七人 以戏人之多 其妙也非常矣 福童子乃戏人乎 无知其妙也 必然矣而典之所取 量必有果子哄之之法耳 宗师看了大笑 拍案大怒道 这等胡说 还拿来见我 可见前日之作 显然有弊 本愿也不细究 只将你敲断两腿 加号两月 问你个不读书之罪吧 正要行行 那秀童吓得着慌 竟不顾厉害 跑来跪下痛哭 情愿替打 宗师又动了一个连财之念 便发放话成道 本带敲你个半死 姑看你父亲与兄弟面上 饶你这狗腿 回去读他二三十年书 再来官场与考罢了 遂大喝一声 逐出 秀童就领着化成 茫茫出来 化成吓得尿使起来 脸如白纸 七公文之 也惊得魂魄飞扬 化成回家 竟惊吓了一场大病 险些去见他的哥哥 且说到发榜之日 毕成竟是投名入学 且已如是许送进场 过了两天 幼职学礼迎送新秀才 七公英秀童 是宗师得意取得投名 不好不到 恐怕推脱反要查究弄出事 没奈何 只得将错就错 认为第三公子 吩咐家人称他做三相公 一般也送他进过学 迎将家来 但但了事 只有玉香小姐 见陪嫁小丝进学 心中又骑又喜 孝父疼 更有巧云 越发喜欢不过 七公夫妇因为儿子受辱 体面不雅 反闷闷不悦 眉的遮盖 只得转拿必成出色掩饰人的耳目 也作戏饮酒 茫茫过了些时 转眼场期将近 七公夫妇一所做个好人 玉家从后 就如亲子一般 试试替他备办 毫不要他费心 又拨了几个家人服饰 一路喧喧昂 到省下场 到临三场完毕 发榜时 毕城敬重了第三名举人 在省中谢作诗 慧童年 公事忙毕 就回家拜谢七公夫妇 又到龙泉本县 去拜谢桂公夫妻 救主人祖母桂公 这老人家见面 指手大笑 毕城也以子职礼拜见 次日就到哥嫂家来 谁知连房屋也没有了 询问林人 据说他家被烧之后 就不知去向 毕城吃惊叹息 又去拜望田先生 那先生已于上年三月间归室了 只存杨氏一人 双目已盲 坐在家中 饥寒穷苦 十分难过 闻得来看他的新举人 就是那个吃闲饭的小丝 又惊又羞又喜 没得眼丑 就以着告诉苦楚 悲悲艳艳 哭江起来 毕城劝慰 当时备了纪礼 到田先生坟上哭垫一番 反赠了杨氏三十斤 送他为养老之资 虽仍旧回到贵家 住有数天 才动身归家 别却欺公与夫人 匆匆进京会事 急完雀场事 却又中了进士 垫在三甲 好不得意 待过忙完 就选了浙江处州府 清田县之县 领平出京 先到家拜见七公夫妇 欲要请他同道任 所报答他们的恩情 七公夫妇苦苦辞了 毕城抑郁问七公 与夫人陶巧云随去 唯恐贵小姐不肯 又不好自己启齿 正在愁躇 恰好贵公闻得毕城回家 亲来贺他 毕城心中暗喜道 好了 待明日且央他去说巧云之事 再说七公见贵清翁到家 呼提起一事 对夫人商议道 我想儿子已死 少年媳妇留在家 不是个了局 今日毕城既认为义子 且又发达 何不一所结些恩惠 叫毕城感激我二人 但我明日竟对贵亲家说 将媳妇许配了毕城 却依旧还是我们的媳妇了 你道何如 夫人甚喜 次日七公果然去说 贵公欣然应允 七夫人随即去换毕城来 对她说明 那毕城正为巧云市 上孔小姐作男 经文将贵小姐 敬许她为妻 险些连魂魄也洗散了 不觉竟要乐得发狂起来 七公因她上任时间破处 遂茫茫择个吉日 将贵老夫人也接将来 劫采玄红 替毕城毕阴 仍将巧云陪嫁 正是 昔为教后人 金座床上客 当日大吹大雷 贺客迎门 本府官员无不登门贺喜 满堂戏酒 直闹至更深方散 毕城茫茫进房 搂着贵小姐 笑嘻嘻地上床去挂心红了 这一夜之乐 比重举重进士还更美十分 怎见得 含羞解扣带笑吹灯 一个游风狂蝶 等不得循规蹈矩 一个嫩蕊娇花 奈不得宇宙疯狂 生极极 灵溪伸透 极尖尖 血染郎上 四早 毕城见贵小姐心红点点 一段娇羞 欲加疼爱 带过三朝 就别却欺宫夫妇与丈人丈母 带着玉香小姐与巧云 一同匆匆到任 未及两月 又求了小姐之情 将巧云也立为策室 一日在堂上审室 审到一件店户挂欠租斗 反欧如主人之事 即将店户带进来时 原来不是别人 却就是那个醉腾兄弟的爱宾哥哥 必成心内大惊 且喜尽毫无介怀之意 立刻退堂 将哥哥接近 二人相报大哭 毕城问他怎地在此 嫂嫂在哪里 爱宾贱官是兄弟 乃然无地 哭诉情犹 又道 尽因胎州那主人账目还清 我与你嫂嫂坐吃山空 又没得盘缠 亏那主人家有个亲戚在这里 就见我来替他种田养生 尽因手头甚空 将租米吃去若干 所以挂欠他些许 他就送我道官 今日幸亏天有眼睛 叫你做了官 使我遇这是你 不然我今日这场苦行 怎么挨得过去 可怜你嫂嫂还在他家愁死 说罢大哭 毕城再三劝慰 即刻差人打叫将御氏接近衙去 吓得那家登时情死 毕城也不究理 又替哥哥赔偿他租米之术 用好言宽慰而去 这御氏进衙 见叔叔做了官 又羞又喜 登时将那一片坏心 改变了一片婆心 一味搓臀捧屁 唯恐奉承不周 毕城领贵小姐与巧云 重新拜见哥嫂 也将前前后后的事情细细告诉 就留哥嫂在衙中居住 全部纪念前仇 再任三年 连生二子 因他做官清廉 正生大树 府案建举 朝廷来行取进京 实必成才二十二岁 又负了自己本性 回去既过祖 就捐千金起个携兰庙 报答右左避住之恩 那既然和尚 吓得逃往别处 不知下落 宇冲也不究问 匆匆又收拾进京做官 数年之间 已做到御史 一直做到都堂 一息无疾而终